那你們現在 中山寶威啊 那你們現在大概有哪些鞋款我來挑 我預計運動鞋我想要挑幾鞋 然後漫跑鞋我要挑幾鞋 你有什麼東西給我看 所以它要的是一個整體的概念跟整體概念之下 那到底啊 你寶城有沒有辦法做出這些東西來 讓我選擇 它對寶城這樣看 它對風泰也是這樣看 它對大利福也是這樣看 全世界三大的愛工鞋場 通通在我們台灣寶城風泰加上我們神岡地區的大利福 通通在做測薪 啊是不是只有他們 沒有 各位 還有好多廠商都是他們的備選方案 所以我們現在訓練設計師 能不能只訓練 那你就把圖畫出來就好 其他他們不用管 不行 你要通通捨入選給人家 所以環境是變了 可是各位 有很多企業主不知道環境變了 他只覺得我過去成功啦 所以我繼續用那一套 現在只要更努力 我現在之所以一時刺激 一時失敗 代表我現在不夠努力 我應該重出江湖 開始來用 繼續努力中 各位有沒有用 我記得我自己在聯合大學 擔任育成中心的時候 那 就有台灣的 民營的 小 桃園的一家馬達廠的老闆 跑來找我 這家馬達廠的老闆 他就這樣講 十二十四人 我已經不做業務很久了 因為我以前做馬達 做出這個規模以後 大概台灣也可以排名到前三大 我當然不能跟大廠比 大廠的東元什麼 那些都很大 可是我們在所有的中小廠裡面 我們是第一大 所以呢 我已經所有的事情都交給我的業務 所以我業務跑了好幾年 可是我最近後來發現不行 他們都找不到訂單 通通訂單跑到大路去 所以我本來都已經開了我的車去釣魚 現在我發現不行了 我魚乾都收起來 雖然魚乾還在我的行李箱裡面 但是我現在自己開始跑 我發現我放太久了 我現在必須重新開始 可是我重新開始跑一段時間 發現人家還是會 然後其他人還是會接待我 可是訂單朋友真的全部給我 都是只是全部的訂單裡面給我一部分 我這樣看這樣下去不行 我必須要跟你們設計器合作 來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馬達可以發展出來 我們來發展新的馬達技術 除了跟你們設計器之外 有沒有辦法跟你們電機器合作 大家來做做看 這個老闆他覺得 他過去的成功是他自己親自跑出來的 現在呢一時之間盪下來 是因為他跑去釣魚 沒有開始跑業務 沒有專注他工廠 所以他現在重駐江湖要開始跑了 各位 重駐江湖要開始跑有沒有用 沒有用了啦 為什麼 因為 所有的用馬達的 需要用馬達的企業 通通跑到中國大陸去了 通通跑到中國大陸 所以幹嘛要跟台灣拿馬達呢 不需要了 因為他究竟就有馬達可以拿的 他何必回來台灣拿 他實際的大陸就可以拿 所以今天他在台灣 再怎麼繼續努力 沒有用 因為群聚在這裡 群聚已經在中國大陸去了 當時 各位 當時是2,0607 那到了現在呢 更不用講 連大陸都沒有了 因為大陸成本也上升了 可能都外移到越南 或者外移到柬埔寨去了 是不是 所以大陸也環境都在變啊 隨時都在變啊 你只要是cost down的話 他就不斷的往那個更低廉的地方跑 所以環境是變的 可是什麼東西是不變的 各位 消費者想要東西的那個需求是不變的 所以 在郭台銘的時代 他做出來的產品 供應的是世界大廠 他可能供應給日本的Hitatch 他可能供應給那個Shop 這一種有品牌的電視機廠商的這些旋鈕 現在各位 Hitatch跟Shop也不見了 你會看到現在在做顯示器的是誰 你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的海爾 你看到的是 Rewsonic 美國的某個大廠 你看到是這些大廠 這些大廠還是在面對消費者啊 他們生產出來的東西 還是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可是 你會發現 你今天想要做玄鳥 已經沒有地方可以賣了 要做顯示器 整組顯示器啊 好了 你要面對的消費者 其實還是在那裡 消費者還是有看電視的需求嘛 可是他要的電視不一樣 所以現在 對於 我們看到的 海爾 他在出他的電視機 或者是 看到的 Vizio 在出他的電視機 或者看到 Vizio 在出他的 美國第一大廠的 Vizio 在出他的電視機 後面也是台灣人在做 你看到這些人在做電視機的時候 或者是 看到他做的 一金電視的時候 各位 他還是在面對直接賣給消費者 只是我們消費者 現在要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 沒有辦法看二十幾吋 三十幾吋 我們看要看六十吋 現在六十吋都還嫌太小 只是我們可能要看的是 未來 我們可能要看的是 八十吋 電視機 所以 各位 你會看到消費者的需求 是不斷的在變 可是 當你今天是要 直接面對消費者的時候 你為什麼會找Vizio 你為什麼會找 Hive 因為 他覺得 我的需求 他都幫我考慮到 我只要有他就可以 所以 做品牌的 品牌商 他必須要直接面對消費者 可是品牌商今天要下單給 各位 下單給鴻海 各位 你看到鴻海最近 他也開始在做電視 而且所有的電視 一下子從十幾吋 跳到六十吋的規格 誰幹出來的好事 阿就是 鴻海嘛 一推就推那六十吋大電視 跟中華電信仿約 直接就給你嘛 不需要再委屈自己 看那個四十二吋的小電視 請你一看就看六十吋 是不是 各位 鴻海已經掌握到了 做品牌 做消費者需要的那種 需求的品牌 那種 那種 知識了 你有沒有看到 他有耶 所以 郭董 現在在呼嚨我 他說你們不要去開小咖啡廳 一樣 創業要有雄心 是 是要有雄心 可是真正的雄心 不是開不開小咖啡廳這些事 而是 我們要創業的時候 必須要真正的去面對消費者 真正面對那個消費者 到底要的是什麼 那才是重點 所以 在我們設計系 我們現在教的通通不是說 阿怎麼樣把土畫得美美的 把產品畫得美美的 NO 我們在幹這種事情 我們現在在教我們的學生都是 我們怎麼樣去了解 我們鎖定目標市場 到底是誰 鎖定這群人 他們到底值不值得我們開發 他口袋裡面有錢 我們能不能從他口袋裡面撈錢 而且可以撈很久 然後很優雅撈 因為是設計系 所以我們要很優雅 很美 就算人家從天口袋掏錢 要掏得非常有技巧跟專業 然後有美感 這是設計系啦 不像氣管系 氣管系就是怎麼樣狠撈 不用管 到底啊 姿態好不好看 可是我們在設計系裡面就強調 姿勢要美 這個撈錢的技巧要優雅 不一樣 阿可是各位 環境變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體罰這個環境 很多成功企業主 就是一直停留在他過去的成功經驗 就覺得我只要繼續努力 用過去的經驗 就能夠重現輝廣 那剛好可憐 不可 因為有師父我餘啦 因為他搞不清楚 到底他過去是為什麼成功 也搞不清楚他現在為什麼失敗 好 你會發現很多成功企業主 搞不清楚過去他為什麼成功 搞不清楚他現在為什麼失敗 那這個時候需要誰來 學校老師就可以扮演這種角色 可以通常分析看看 你過去的成功 真正成功是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失敗 現在失敗 只要修改到哪些 可能就可以重新找到成功機會 所以我今天來 也就是負責擔任這個角色 所以不能鑽獎理論 鑽獎理論各位 可能不只30個剩下15個 可能剩下15個 可能剩下15個 但是 但是 也不能完全沒有理由 因為 我們不能找一些成功人來 在那邊聽他鬼扯 就覺得反正我成功了 大家聽我的 只要不聽我的就會失敗 然後也搞不出 也講不出一段自己為什麼成功的原因 沒有 那這個也不行 所以我想 站在從學校出發 然後跟食物結合的過程裡面 我們大概看到了一些經驗 這些經驗 透過我們一些 抓取出一些學理概念 我們發現說 他為什麼是不成功的 他成功其實背後 是有一些理論基礎 可以支持他 所以他比較經得起考驗 未來可能會繼續有機會成功 但是我們也只強調 有比較高機會成功 不見得一直會成功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在這邊跟各位報告 所以我想我今天 要負責跟各位談 創新期模式跟商期 其實當然就是 在這個課程裡面 其實我想我們就必須要真正的 看的是說 不是所有的人都覺得 未來的社會是那麼的悲觀 經濟是那麼的悶 沒有 台中市一直以來 就是一個創意生活 非常重要的發動城市 你看到最近 不是最近 這兩三年來 多少報導集中焦點 鎖定在台中市 不是只有胡市長講的說 我們這五都裡面 我們經濟表現最強 不是只有這樣 好在哪裡 胡市長也搞不清楚 你有沒有發現 有些時候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只是覺得很好 把這錢來 就一直很多人投資來 說我們市庫永遠很有錢 但是各位市庫有錢是為什麼 你會發現有人把它集中在 所謂的公益路580公尺 有沒有 公益路到580公尺 裡面有好多所謂的民電 而且這個民電 只要在這邊開成功了 他就可以複製到全台灣 複製到全華人地區 從85度C 看到碟滑 是不是 看到五老鍋 看到一堆經驗 都是從公益路那邊開始站起 那如果一時間站不到公益路 沒關係 公益路旁邊巷子也可以 所以商業週刊天下 曾經做了幾個系列報導 都在報導公益路580公尺 有沒有 這是一個 除了報導這公益路580公尺 談餐飲美食 包括那個燙達人 各位還在那裡 這一條580公尺之外 還報導哪裡 報導我們現在所在的 這一個大渡山梁24公里 有沒有 各位大渡山24公里 從哪裡開始 從外埔 從從外國開始 然後一路到我們這裡 一路往下 然後一直到大渡山的頂 一直切到那個 方苑那個地方去 就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河北那邊去 報導這一段 這一段是什麼 台灣有名的 自行車走廊 精密機械 民主艦走廊 有沒有 講 這邊是台灣最重要的精密機械 自行車產業 甚至於包括水舞金產業 等等的這一種各種不同的 他稱為叫隱形冠軍產業的走廊 就在這個24到28公里 如果只看大渡山 不看那個大渡西過去 那就是24公里 如果把河美算在內再加4公里 28 有沒有 天下報導的 啊各位 這群人 好厲害 厲害到什麼地步 厲害到 你要找任何的大大小小的螺絲 到這邊來找找看 會找得到 你要找 各種奇奇怪怪的車架 在這邊找 一定找得到 你假設整個 結構做不出來 到這邊來找找模具廠 幫你開 一定開得出來 隨便都有 在這一代 它稱為叫大渡山 28公里 好 各位 台中基本上 怎麼會這樣 怎麼這麼厲害 為什麼 就偏偏在台中 沒有在其他地方 為什麼 各位 那你就 如果你只看說 為什麼厲害 你一個一個廠商就看 你也看不出 所以然 但是 假設我們把時間 一拉長 從日治時代開始看齊 你就看出有點道理了 為什麼 各位 當日本人 好不容易 終於從他的 亞洲 那個東邊區塊山島 拿到台灣這塊殖民地的時候 然後 日本人 一直非常 心中非常嚮往的 就是 好像英國一樣 英國也是 孤懸在歐洲大陸外面的三個島嶼 但是 當時 日本人開始明治維新以後 看到有 他總要找學習對象 他找到學習對象是誰 英國 他發現說 英國是孤懸在歐洲外面的三個島 他是孤懸在亞洲區塊外面的三個島 他發現 而且緯度一化剛好都一樣 英國有什麼樣的氣候 日本就有 所以人家 英國可以變成大英帝國 日不落帝國 全世界各地都有殖民地 我日本有為者亦弱勢 所以他終於在加油戰爭 拿到了第一個殖民地 叫做台湾 他拿到以後 他覺得 我就是要跟大英帝國看齊 所以 我要開始運用這種所謂的 海外殖民地的能量 開始來拓展我的大東亞共農圈 大日等帝國 所以他當時對台灣其實是花了很多的心血 在考量這裡的區位優勢 然後進步的去建設這個地方 這個毫無疑問 這個我們沒有任何民主情緒 而是我們實事求是 我們特警察 基本上實事求是 是不是這樣 講就對了 看就對了 數據告訴我們就對了 所以他發現說在台灣這個地方 他發現台灣的地位是非常奇特 奇特在什麼地方 奇特在 各位大概過去都聽過有一種名詞 叫台灣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艦 有沒有 各位覺得好像是東西冷戰的時候 美國人 當時在這個地方成立了清泉岡機場 然後在這個地方做全亞洲最大的這個 比越南竟然還要大的一個機場 丟在這裡 載至整個亞太地區 有沒有 消遺之後 就是清泉岡 後來從 因為跟中共建交之後 才把清泉岡去掉 回到關島去 否則這個地方 還是亞洲第一大 所以對他來講 他這個地方 很重要 美國人認為很重要 事實上最早認為很重要是誰 不是美國人是日本人 因為他發現從台灣起飛的戰機 從台灣起飛的戰機 飛到歐亞的主要海運通道 叫做馬六甲海峽 各位 飛到馬六甲海峽 多少時間 四個半小時 四個半小時 他就發現說 這個飛機從台灣起飛 飛到馬六甲海峽以後 是四個半小時 一架飛機啊 就算是這個 加掛這個油箱的戰鬥機 到那個地方去 飛了四個半小時 再回來四個半小時 九個小時之後 他還有一個小時 因為他航程大概是 十到十一個小時 所以他在馬六甲海峽上空 可以自空一個小時 來做戰鬥 戰鬥完還可以回航到台灣 所以他發現說 台灣這個地理位置太重要 可以控制馬六甲海峽 馬六甲海峽是歐洲到亞洲 最重要的海運通道 如果不走馬六甲海峽 就要走到澳洲那邊去了 你會發現航程就非常長 所以他發現台灣地理位置非常重 再加上他又發現 台灣的氣候非常的適合 所以有什麼 對他來講 他是溫帶氣候 可是台灣的從溫帶到熱帶到 溫帶亞熱帶到熱帶 通通都有 所以再加上平原地形很多 所以他發現在這個地方 高山有最重要的陵墓 在平原可以種出一年三種的道理 所以各位 你現在到明治神宮去 各位 日本天皇的明治神宮 你進去之前 從六本木要進去之前 那個什麼 那個 六本木從那邊要進去之前 從表山道要進去之前 各位你看到 那兩個大排樓 那一個大排樓 底下的那個 那個排樓的柱子 這麼粗 哪裡來的 我們台灣的 我們台灣的那個 那個什麼 檜木 台灣的檜 而且還不是只有一座 是不是 明治神宮 你會經過三座 第一座在表山道 走到裡面的時候 又有另外一座 也不曉 在進去之前又有另外一座 在檜木 通通從台灣去哪 那 你會看到 所有稻米 一年三手 只有在台灣 所以 他就發現說 台灣的地理位置 在農產物非常重要 在農產 在礦產 挖到金子 挖到煤礦 要什麼 有什麼 所以台灣什麼都有 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發現 台灣人 其實是 貪生怕死 很容易教 因為 就是 會從大陸一邊到這裡 就是 跑到這裡來 然後貪生怕死 然後稍微一壓 就乖乖的學習 他發現很容易教 這個 民族性很好 所以基本上 就把 當時最重要的 他當時為什麼會 會在高雄開始 做獵遊 做重工 他發現說其實 只要從麻利歐甲海峽 那種 產地來的廣場 到了這個地方 其實最近 直接設在這個地方 所以當時啊 把他的很多的製造業 都丟到台灣來 然後 就由日本師傅 開始在這個地方 教會了這一群人 所以各位 教會這群人之後 你會發現 台灣到目前為止 你看到的精密機械產業 你看到的工具機產業 等等這些 這些主要的技師 如果坐落在桃園 台中彰化 到台南 通通都是跟日本關係 非常非常密切 母技術來源 從日本過來 或者是 主要的技術 在我們這個地方 開始生根 所以 如果你看到 這樣的一個脈絡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說 台灣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產業發展 可是在這個產業發展裡面 各位 經營模式也在這裡面 所以過去 郭台銘創業成功的年代裡面 你會發現 郭台銘完全不反日 他對日本人 佩服的不得了 甚至於緊密連結的不得了 你都會覺得說 他不是大陸移民嗎 是 他是大陸移民 沒有錯啊 可是他很清楚知道 他的技術來源 要從什麼地方來 假設要進一步發展 他應該從哪個地方 找技術 找能產 台灣人 不管誰來到這裡 都台灣人的時候 你會發現賺錢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所以從哪裡可以找到人 來幫我們賺錢 這就變成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 各位 這就是脈絡 當我們看到經營模式 在早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在60年70年代 台灣人開始創業的時候 你會發現 當時的環境 基本上就是 全世界有一半的勞動力 是完全沒有生產力的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能在 在共產主義社會裡面 不管是中國 底下的越南 柬埔塞 一直到東歐這些國家 包括蘇聯 他們認為 資本主義是罪惡 商業行為是罪惡 所以 國家教你做什麼 做什麼 你自己不要有自己的利益追求 所以你會發現 當共產主義信徒的是 所謂的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的時候 大家努力做事情 然後你需要再拿就好 共產主義這種心態之下 你會發現沒有人覺得 做事情是應該 反正躺在國家機器設備上 就可以吃大鍋飯 國家會幫我配好好的 所以生產力勞動力都出不來 所以你會發現說 站在這個時間裡面 全世界還是有那麼多 需要的產品跟材貨要生產 提供給資本主義社會人用的時候 只好去哪裡 只好去哪裡下單 這一下單就下在 整個冷戰的西邊 而不是東邊裡面 為什麼 因為勞動力在當時的 共產主義社會裡面 他們是不強調的 所以鄧小平當時付出 他當時就看到說 為什麼 他就問他的商務部長 就說 為什麼我們中國這麼大 台灣那麼小 可是他對外貿易 遠遠是我們的十幾倍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些搞共產主義的人 也搞不清楚 他還不清楚 後面 他開始重用了一些 開始有西方概念的人就知道了 因為人家 台灣他是資本主義 賺到錢都是自己的 所以大家拼命賺錢 而我們這邊賺到錢 對不起不准賺錢 賺錢是罪惡 共產主義怎麼可以允許賺錢 所以鄧小平在開始開放 開放什麼 個體務開始 開始讓你們做的錢 可以用公家的機器設備 開始賺你自己的錢 所以開始就 在深圳成立的特區 大家來實驗看看 實驗出今天中國的 這樣的一個規模資本主義 現在共產主義社會 尤其在中國 比我們更資本主義 它比我們更資本主義 而且是國家力量支持 直接來做 所以各位 做深圳現在到中國大陸最好做 但那個是道理 在這裡 我們台灣現在呢 看到人家賺錢 都還覺得幹嘛給他賺錢 我們現在台灣反而很社會主義 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 從這個脈絡裡面 其實就可以看到 所以 六零年代七零年代 台灣 我們常聽到台灣 為什麼 全世界單都到台灣來 日本 韓國 台灣 香港 一直到新加坡 因為中國大陸 單下不去啊 因為沒有 那時候沒有任何允許 可以對外貿易啊 所以單下不去的時候 通通下在這一個太平洋島鏈 所以當所有全世界的單 都到我們這邊來的時候 全世界的投資也就到我們這邊來 所以當然台灣 台灣基因卡棒 可是各位 當89年 天安門世界完了以後 中國大陸大量開放了 90年代開始開放了 請問 這些單會嚇到我們這邊 還是嚇到裡面去 嚇到裡面呢 嚇到裡面呢 因為台灣人那時候都進去了嘛 所以 台灣人幫他們拿了很多單嘛 然後訓練他們 大陸很多員工嘛 那員工訓練了10年總會了吧 所以到了2000年 2010年 已經可以取代台灣人的能力了嘛 所以 台灣基本上 也沒有所謂的世界大單啦 那這個時候不做品牌怎麼可以 不直接面對消費者怎麼可以 所以 供應鏈在人家那一端 人家可以 用他的這個 小羅斯丁的概念 就可以創造財庫 台灣人不行了嘛 所以台灣人 基本上必須做品牌 直接面對消費者嘛 所以概念 就已經轉移嘛 我們稱為 點飯轉移就已經轉移了 所以我們現在 必須訓練自己 真正去面對 做品牌 就必須訓練自己 開始面對消費者 要面對消費者 從哪裡開始最好 當然從 開咖啡廳最好 開餐廳最好嘛 不是嘛 所以郭台銘是害我們 你知道嗎 叫我們年輕人 不准去開咖啡廳 要心大一點 沒有從基準做起 怎麼心大不了 你看人家網品的股票 單股的價格 就是比你紅海富士看很高嘛 你好好 嫉妒人家 人家就知道消費者要守 各位 去吃網品 不要講說吃網品的 好碗爐或者是疫情 不用講吃那麼高級 就連吃那個190塊的12鍋 人家的服務都好得不得了 消費者都覺得 各位 我們現在做服務 不是像以前都是 讓你兵至如歸 來到這裡好像體貼入心 更勝於家 有沒有 各位這樣夠嗎 不夠了嘛 我跟各位報告過 不夠嘛 現在是要超乎消費者的想像 超乎消費者的期待了嘛 超乎期待是什麼意思 讓你受寵若驚嚇 怎麼會這麼好 Surprise 嚇死你 怎麼會這麼好 我自己的青春經驗 吃那個12鍋 198塊而已 坐在檯面上 坐在那個吧台上 然後吃我的12鍋 旁邊一個媽媽 帶他的小朋友 大概三歲大 三歲大小朋友 自己不可能有一鍋 可是他一定要有一個位子 然後自己又有一副碗筷 那個小朋友 獨立的很 可是他要拿筷子 所以三不五十 砰 筷子就掉下去 各位 筷子掉下去到地上 聽到砰的聲音 在其他地方 大概媽媽都必須舉個手 跟那個服務員說 請再給我們一雙筷子 對不對 我自己的青春經歷 就是聽到砰一聲 根本都還沒舉手 人家服務員 人家服務員已經拿一雙新的筷子 各位 超乎你的想像 超乎你的期望 這個叫做讓你受寵若驚 所以你到十二國去 一來先給你一杯 那叫什麼 檸檬 冬瓜檸檬 對不對 冬瓜檸檬露 大杯 你覺得怎麼這麼大杯 要不要另外一塊錢 不用 這是不用 所以各位 你會發現 198塊 過去連吃一個鍋都沒有 現在是一整鍋之後 還加檸檬 還加一個檸檬露給你 各位 台灣現在已經發展到這種地步 他已經 以網品來講 他已經 一個品牌接一個品牌 不斷擴充 擴充到 其實他已經非常清楚 消費者要什麼 而且清楚知道 哪裡有空缺他直接切進去 所以 各位你會看到說 他已經抓到了那種做品牌 非常重要的竅門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他為什麼可以有15個品牌 為什麼有18個品牌 未來還會有25個到30個品牌 為什麼 因為他很清楚 消費者 這一群消費者 長什麼樣子 哪些消費者一定是我的 哪些消費者還沒有 可是我接下來要怎麼樣 去把它catch進來 我怎麼樣把它抓進來 他那套 business model經營模式 他很清楚 他知道那個背後 商機在哪裡 網品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各位 這種能力是不是只有網品 有這種能力的是不是只有網品 不是 絕對不是 誰也是這樣 各位今天如果沒有被爆出 鄉親事件 胖達人也是這樣 是不是 人家就更清楚 而且他面對的是消費者之外 還有面對誰 投資者信他 抓了一清而楚 知道怎麼操作股民的情緒 然後大家一起在股市賺錢 看到人家玩的是這個樣子 模式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 可是回來 我們還是要回過頭來 對我們個人來講 當我們還沒有到 帶生意那個水準 還沒有到 許亞軍他爸那種水準 他爸那種水準 有沒有模式在我們這裡 總是有啊 不會沒有啊 一定有 所以我想 我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 基本上就是 我們 怎麼樣來看一看 經營模式 跟 找到商機 各位 找到商機不見得會有經營模式喔 因為商機 到處大家都看得到 而且 最重要的是 看商機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自己撬 那個 這個 只是示意圖 那個檔案 各位一定都有給大家 如果各位需要的這個答案都可以給各位 有商機 各位 我們其實很容易找到 在台灣這種環境裡面 我們其實很容易去看到說 這個有機會 這個有商機 可是各位 有商機是不是代表你真的可以賺錢 我們常常遇到很多創業者就是這樣 那 十月份的時候 中港企業初在我們學校辦了一個 北中南山區 所有的創業 想創業 創業的標的跟模式 我知道一定會成功 可是我不敢跟人家講 因為只要跟人家講就被模仿去了啦 我就沒有機會了啦 所以我不能跟人家講 可是你們政府要多給我們一點資源 我們像這樣想不去貸款都貸不到 我又不敢跟他講得很清楚 他又不肯貸款給我們 所以我永遠都在這邊聽課 我今天當時要這樣講 各位 那時候蜘蛛創投的那個合夥人 那個張博史人家講 這種心態有問題啦 這種心態有問題 為什麼 各位 大家看商機都很厲害 誰看不到商機 你我隨便看都看得到商機 怎麼都看不到商機 連小朋友都看得到商機啊 我這樣講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 在 也是在10月份的時候 在台北線 新北市 新北市 就是基隆 挖煤礦的有三大家族 各位都知道說 金礦的是岩家 很有錢 然後煤礦的是 鞏家姓鞏的 龍鞏鞏 另外一個李家 三家三大家 大概整個 新北 瑞芳 往北到基隆 全部都是他們 承諸下來礦 以前挖煤 挖金啊 通通都是他們 那 當時招我們的是廣家 就 因為啊 廣家基本上 花了 八千多萬 他們擁有的煤礦叫 新平溪煤礦 平溪 各位 我們都覺得平溪 不是應該放天燈嗎 怎麼在挖煤礦 對不起 那是挖煤礦地方 隨便平溪的那條平溪線 是為了挖煤礦而開進去的 然後 他們自己 就把他們的礦場 整理得很好 準備要去挖煤的時候 結果呢 台灣政府 不想再讓我們的煤再挖 因為 從世界各地買煤 都比我們自己挖便宜的 那如果台灣再挖煤 一天到晚出現 煤礦的事件受不了 那個社會動盪太大 政府沒有辦法擔負這樣的責任 所以 就把 煤礦價格 開放進口 所以整個煤價格 盪下來 所以 再去挖煤也沒意義了 因為 挖不服成本 所以 平溪廣家 就只好把那個 礦權都有 可是 就沒辦法進去挖 為什麼 因為挖不服成本 可是 一個一個煤礦 退出 退出 退到最後 台灣只剩他那個煤礦 還准許挖 可是 沒辦法挖 因為成本太高 所以 廣老闆做什麼事情 廣老闆就是 好啦 既然不能挖 我就把煤礦弄好 旁邊 做了一個煤礦博物館 專門來請大家來看煤礦 然後呢 他們煤礦從礦坑一直到 這個集散場那邊 還有一條運煤的火車 這個小小的空空車 然後他就 把那個空空車整理好 然後固定 你只要來 我就載你空空車 這樣搭到集合場再搭回來 這一路去再回來 大概四十分鐘 然後 就這樣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少說都有十幾部遊覽車 快二十五到那邊去 因為平息 一天到晚就很多人進去 放了天啊 不知道幹嘛 突然就去拿煤礦吧 礦車 我就幹這種事情 然後呢 他們覺得說 說得 作